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轻松聊 我是林承鄞 我们在这次的话要跟大家聊 当我们做投资日记 投资笔记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会比较好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呢 最近很多 很多投资朋友在想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行情到底落底没有 大跌之后涨上来看起来是落底 但是又有人说会打第二只脚 又有人说不会 所以到底会不会 那我们怎么看怎么判断呢 所以触底的讯号 当每人在狂硬的时候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我们看了 下一张投影片 我举例来讲 这个是我自己的投资笔记 2020年3月19号 各位字很丑 真的我没有想过说 要把它拿出来 我就自己看得懂 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判断 我从以前的投资的笔记 我认为说呢 要止跌的话 要VIX 要降温 降温 那接着的话呢 十年期供债的殖利率要往上 黄金要往上 然后还可以加看什么呢 加看美元或加看日元 就这几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处理的讯号 从以前的话归纳的出来的 那么接着我就下来观察这几个东西 看他们有没有出现一个 适当的或者是触底反弹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行情开始大涨大跌了嘛 如果各位有印象的话 三月份就是一下子 比如说以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来讲的话 一下子跌一两千点 一下涨一两千点 来来回来来回来来回 最后的话就弹上来 为什么后面会弹上来呢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费的出手 当然各位都知道说 哇那经济不好的时候 行情紧张的时候 美国联准会或央行会出手 那他这次的特色是什么呢 叫做接连出手 创下历史记录 好这很重要咯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我有跟各位这个报告 1月28、29的时候 是费的今年第一次的货币会议 他没什么动作 接下来3月份的时候呢 他的会议的时间是17、18号 但是他在3月3号宣布降息那样 如果各位有印象 他提前宣布降息那样 砰了一下 这个股市就下去了 3月15号的话呢 这一下降4码 并且宣布推出7000亿美元的QE 这次一降的话 降到0到0.25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基本的最低 就是这个利率的区间 最低的话已经到达0了 这就是在海啸的时候做的事情 海啸之后呢 降到0之后后面还推QE 结果他是一天 半个月之内从3号到15号 他就完成了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在以前2008年的时候呢 曾经有类似的一个现象 所以正常的会议的时间到了 就不开就取消了 3月23号的话呢 各位我这边有标蓝色的 为什么标蓝色 这叫做历史记录 3月23号说 无上限的QE范围扩大到 公司债跟市政债 我们在之前呢 债券的ETF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过说 债券分什么 分政府发的 分政府机构发的 然后分呢 比如说各地方政府发的 企业发的 所以他原本的重点是在 公债政府机构 然后各种不同的债券 接着的话呢 3月23号的时候 包括美国的企业界 有些建言 包括FED他们自己 做了一些研究 他做了一个无上限 他说呢 包括公司债跟市政债 那这里的话 基本上是投资等级债 做下去之后 行情稳下来了 但是呢 开始出现大幅度震荡 4月9号的时候 做了这件事情 又创历史记录 他的购债范围 纳入垃圾债 各位垃圾债是什么呢 就非投资等级债 或高收益债 那这个产品的话呢 相关的产品 在台湾呢 是很多人购买了一个产品 但是原本他并没有 纳入范围 后来FED的话呢 他大概看了 不纳入他担心 会有一个连锁性的效应 所以4月9号的话 他把这个垃圾债放进来 凭创历史记录就说 FED在短短的 一个月的时间呢 他做的几个动作的话呢 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他做的一连串的事情 而且有些是 他以前没有做过的 从美国开国以来 没有做过的 所以这个会改变了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这时候我们就在想 因为无限 无上限QE 当然理论上来讲 他不会是金额 是无可控制 但是他给大家一个信心 就是说 只要符合他的规定的规则里面的话 他就会做宽松货币 去买这些的产品 然后把资金释放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资金乱串 如果到这边还没稳住 现在看起来是稳住了 但是开始市场上 有些人会想 如果还没稳住的话 以后美元 因为他利率最低 我们刚刚讲其实是零了嘛 如果负呢 因为欧洲日本已经有出现负的迹象 如果美元负的话怎么办 但是这我们很难想象 因为美元是世界上面计价 很多商品的基本计价标准 结果你基本计价标准变成负利率 开始大家在讨论 那如果负利率的话 可能会改变市场上面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刚刚讲 他做的一些事情 以前是费的 以前是美国开过来 就没有做过的 所以这次的创纪录 代表这次的危机是非常大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因此他就会改变了一些的状况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刚刚 我们先前 我自己在投资笔记 3月中的时候呢 做的那这个VIX的话 要先稳下来 那么我们 跟各位朋友提过都说 行情能够出现这样的上涨 各位看这个就很明显了 能够出现这样的上涨的时候呢 这个VIX的话 波动率 它有小于20嘛 小于20它就会涨上去了 这边也是 小于20就会涨上去了 但是在最近出现的状况 就是说 它还没小于20 它只是由高峰反转下来而已 股票就弹 而且弹得很大 我们想 那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看这边 这边的话是2015年 这个VIX拉伸上来之后呢 在它下滑的过程这边 还没有降到20 但是的确它也是弹 所以就是说呢 它会弹 当VIX指数大跌 弹上来的时候 VIX由高峰反转的时候 它会弹 但是我也要请各位朋友留意 后面会有一个拉回 再弹还会有个拉回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降到 一个持续能够稳定上涨的 就是投资人的心情还没有 还没有恢复下来的 稳定上涨的标准 所以在这种收缩的过程里面 的确会弹 那就对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讲说长期的话 当然最好在20以下 但是呢 如果有反弹 就反弹 我们不要小看这段 不要小看这段 这段也有一个月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也谈了 谈了幅度 有半个多月 快一个月了 那以后这种行情 能不能赚呢 这次没赚到没关系 但是我们这次得出了一个经验 当这种由高峰反转的时候呢 即使它还不是一个 长多的这个往上 持续性的上涨 甚至于未来有可能会有 出现大幅度的回挡 但是还是可以掌握这种反弹 当它由高峰反转 还没有降到安全的范围里面 它也会有反弹 那我们再看看 因为这可能是一次 所以就投资来讲的话 我们要研究的时间 可能都是几十年 有重复的发生 它的样本数够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拿来 当作我们投资时候的一个参考 所以就是投资笔记里面 我们要回顾 跟各位讲说回顾之后呢 我们做检讨 那接着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我再看更长 更长的上一次最恐慌的时候 叫做什么 2008年金融海啸 这段的下跌 那这段的下跌的话 VIX的确冲很高哦 冲过80哦 跟这次一样 这次是有超过当时的标准 那接着由高点反转之后 我们看这一段 它是涨 就是跌下来之后 上面是涨 但是为什么先前 没有特别跟大家讲 因为我认为它还不到 稳定上涨的时间点 它后面拉回来破底 所以3955的话 各位看它第一波拉上来之后呢 在它下收的过程里面 还没稳定下来的话 这个股市的确是强谈的 在强谈了之后呢 它后面又拉回来 出现一次破底的状况 VIX又出现了一次高峰 所以真正的稳定下来之后 其实是反复的落底之后 反复的恐慌 恐慌到某一个地步 再下第三次又跌下来 又跌下来 这个时候指数没有破底 然后呢 VIX没有再过前一波的高峰 那后面的话就出现了 这一波的上涨 那真正稳定的上涨在这边 我们讲说呢 20以下它就出现大涨小回 那大涨小回的话 就是一般的朋友呢 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进场只要买ETF的话 都会赚钱 但是在这种上涨的过程里面 它会包括主流股 强势股 不过我们这时候想说 如果它有一段时间 让我们中间可以赚一个钱 那我们要不要赚 这就是取决于就是说 那你要做长期底部的长的波段 还是你希望说呢 有一个月的反弹 或者是甚至于有一段的反弹 或者像这种几涨的 都希望能够掌握的话 那么我们讲说呢 当VIX由高点开始去做收缩的时候呢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留意 有可能有这样反弹可以赚 但是在第一个高峰的时候呢 出现 因为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 它会有第二个高峰 也就是说它还会拉回来彻底 甚至于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上一次2015年的时候是拉回来彻底 2008年的时候是破底 那这就很严重了 不小心的朋友以为它底部打完了 结果它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凶悍的 那底部呢 在几个月以后才真正的出现 那随着它VIX由高峰开始下滑的时候呢 股市开始出现上涨 那稳定的上涨的话呢 就是这一段 过去这几年 因此我们这时候得出一个结论了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如果我们希望说 用这样子来当成我们的工具的话 那这里是结论 先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做回顾 检讨再调整 由高峰 某段的高峰下滑的时候呢 股市会反弹 但是要能够走稳定长多的话呢 要在20以下 那这里我再提醒大家 必须要观察其他条件 因为我们要看底部 或者是说要抓真正的一个长期的低点 未来会走长多的话 还要其他客观条件的配合 股市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用单一的指标 或者是用少数的指标 去看出它长期的发向 它必须要多方来做配合 但是VIX是中间一个 蛮有用的 这个观察指标 只是我们要了解它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这边特别的提醒大家 是什么呢 当VIX由高峰下滑的反弹的时候 要当心未来可能会再彻底部 或者是破底 在过去20年的话呢 是这个样子的 当然我们刚刚讲说 因为联准会 做了历史上面 没有出现过的措施 而且是不止一样的措施 可能会改变了历史上面的一些样貌 但是我们基于风险管理的角度 人们说啦 没买买了 有买可能有产可能也会掉 所以我们呢 要站在风险的角度的话 就是说各位要了解到 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因此你经常去做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讲了 用短线去做操作 可能要散射停地停顺点 这一点的话 风险要做留意的 那它在它连续的高峰的时候呢 彻底数次的话 开始下滑的时候 股市就会上升了 那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它是一个间接性的作用 因为VIX的话 是用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话 去看出来的一个波动率 所以主要看美股 但是因为美股又会影响到台股 所以我们才用台股跟VIX 来去做一个判断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 当我们这样子做出结论了之后呢 好那我最后要提醒大家了 所以我们看了VIX了 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说 因为联准会做的这个动作的关系 有些钱可能它就会乱跑了 它不相信美金了 它不相信货币了 所以它呢会去买什么 买黄金 所以以前黄金可以当成避险的工具的观察 但是在这次的话黄金它失去了它的效用 因为大家未来会担心它负利率 我们刚刚提到说 现在开始市场上会思考了 万一下一次还要救的时候 因为已经降到零了 那它要怎么救 已经开始有人在考虑负利率 那如果负利率的话 黄金没有鼓励 美国现在它的利率也接近零 如果以后是负的话 是不是干脆买黄金就好 所以市场上有一些钱就跑去买黄金 那我在这边并不是要提醒各位朋友 或者建议各位朋友去买黄金 而是要提醒大家 黄金现在已经不能当成 我们在判断底部的一个动作 因为呢 后面的美国联准会这些动作的话 已经改变了历史上面的一些样貌了 那是我还要提醒大家 投资笔记记得要做 好习惯比好运气重要 这是可能有一些朋友经常去抄底 或者是说经常去买 觉得跌升反弹 然后买了以后很开心 后面我们讲联准会做了几次动作 行情拉起来了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想了 该做的风险控管还是要做 为什么 万一下一次联准会救不起来 我们讲每隔几年都会有一次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2008年跟2020年 相隔12年 这两次的话 已经做了以前历史上没有的事情 那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或者是说这一次如果后面还有危机的时候 要怎么救 我真的要想一下就是说呢 这个联准会可能 他说他还准备很多的工具 也许比如说像日本一样 哇这个直接 更直接的介入 有可能我们不知道 但是各位要知道说 如果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来不及 或者他救不起来的时候 如果你有做好风险控管的措施 可能比你中间了 下去抢 那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说我每次回党的时候 下去抢都会赚钱 这个呢会造成大家 不好的习惯 投资的话呢 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东西 设定的这个纪律 然后进场去做投资 当然我也再次的提醒各位朋友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了 最后做好你的投资笔记 这是我自己的 目前啦 四本 那这是2019年到2020年 2018年之前的 那我已经把它给丢掉了 为什么丢掉呢 因为投资笔记做了以后 就是说要回顾然后调整 还有一个重点 归纳出来自己投资的一个逻辑 这个我会下一次 跟各位朋友来做分享 建立你自己的操盘的方法 跟系统的话 那各位就往专业的投资者 迈进一步了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